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浩曾表示愿意向客客提供1000万美元的漏洞员赏金,并达成百募协议,然以消息发出后变石沉大海。 后来被盗的资金由Jump Crypto 補上,该机构是位于芝加哥的交易公司Jump Trading的加密部门,这家公司参与开发了文浩协议。 他表示他们的动机是让社区成员变得完整,而且要支持WAM HO继续发展。 最近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就在刚刚过去的2月21日,Jump Crypto和Racus经过通力协作,将被盗走的12万个ETH, 从客客的账户中成功提取追回。 Racus是一家为Web3和以太坊去中心化应用程序提供隐私层的技术平台, 对此Num Crypto 没有发表评论,Oasis却对此发布了一份声明, 内容是这样的,2023年2月21日,我们收到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的命令, 要求我们取所有必要步骤, 追回在2022年2月2日与WAM HO相关的钱包地址所涉及的资产, 这是依据法院的指令和根据法律要求, 并且使用Racus多重签名和法院授权的第三方进行操作的, 我们还确认资产已经按照法院的要求, 立即转移到有授权第三方控制的钱包中, 我们无权控制并解除这些资产。 根据交易历史, Jump Crypto和Racus利用可升级的Racus合约合作进行逆向攻击, 从盗取者的金库中追回被盗资金。 下面我们大体梳理一下, Jump Crypto和Racus是如何合作并从黑客那而取回被盗以太坊的, 黑客曾不断通过多个以太坊应用程序转移被盗资金, 他们最近开始了两个Oasis金库, 在两种ETA月真牙演生品上建立了多头头串, 关键是这两个金库都使用了Racus提供的自动化服务, 此次亦向攻击行动涉及了数个钱包, 每个地址都被定义并命名, 以便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使用。 第一,Oasis多重签名,Nasis Multisip, 使用了Nasis代理合约的十二个多重签名中的四个, 第二,持有人Holder, 目前持有所回收的资金, 看来他是属于Jump的, 第三,发送人Sender, 负责执行液向攻击, 看来他也属于Jump, 该过程始于2月21日, 当时持有人Holder被添加为 Nasis多重签名的签名人, 发送人Sender执行了五笔交易, 以推进逆向攻击, 随后作为多重签名的签名人被移除, 至今回收过程的大部分, 是在发送人Sender到Oasis Multisip的第三笔交易中执行的, 为了快速总结者次交易, 发送人Sender利用了Oasis合约, 允许他将抵押品和债务从攻击者的金库, 转移到发送人Sender自身的金库, 再控制了攻击者的金库后, 一个被数家分析公司标记为Jump Crypto的钱包, 向发送人Sender发送了8000万枚带席, 这些带被用来常还该金库的美常贷款, 从而提取了2.18亿美元的抵押品, 然后收回的抵押品被发送给目前持有者不知金的持有人Tolder, 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发送人Sender和持有人Holder是否足于Nasis或Jump, 然而,基本假设是Jump拥有这些地址的控制权, 因为Jump常还了债务以撤回抵押品, 但Jump和Oasis都没有确认这一点, 因此Jump看来成功地反击了Rumho的黑客, 并收回了一年前从他那里被盗的ETH, 扣除常还大意收回抵押品的这部分资金, 此次亦向攻击的净收益约为1.4亿美元。 跨连桥黑客攻击已经导致加密行业中许多重大的导舍案, 比如包括导致5.4亿美元损失的Roning黑客攻击, 后来被认为是朝鲜的黑客组织所为, 但是,透明开放的无许可公共区块链, 正被证明是打击金融犯罪的秘密武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亦向攻击黑客引起的道德问题, 甚至合法性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和讨论, 但今天对浸crypto来说, 起码有了1.4亿美元的进着, 与此同时,一个黑客可能正在阴中后悔, 错失了1000万美元的漏洞赏金和免于牢獄之災的机会。 最后,连金方的以上评论不扣成投资建议,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我们将会持续为你带来与区块链有关的新闻及深度分析, 欢迎点赞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